我们读的这33节到36节 可以说对9章到11章的一个总结 那这个总结呢 我们看到是以称颂神 颂赞神的 他的身来称赞而结束的 然后并且加上归荣耀给神 我们近一点的说 可以说它是9章到11章的一个总结 如果这更广一点的 也可以说是从1章到11章的总结 整个保罗在诠释上帝的义 上帝如何在耶稣基督里 称罪人为义之间事情上的一个总结 最终达到的是颂赞 最终达到的是称颂神 当保罗讲到上帝如何在基督里 称颂福音的时候 上帝称罪人为义的时候 谈了耶稣的那些作为 然后更重要的比起基督的位格 代数等等 他更多的强调称义的教理 称义的教理 如何犹太人外邦人都在亚当里被定罪 无论是有律法的没律法的 有律法的犹太人 还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都是罪人 都是被定罪 一片黑暗都是绝望的 但是让我们看到的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神的面前靠着行为律法称义之后 他讲到了在基督里 如今在基督里 在律法之外 神的意显明出来了 所以希望不是在我们自身血统和律法的遵守 希望乃是在我们自身之外的 在人律法的行为之外的 基督上帝的恩典 在基督里白白称信基督的人 然后后面就谈到了称义的福气 如何称义亚巴拉罕的例子 然后谈到我们在基督里联合六章七章 是脱离律法的律八章 讲到在圣灵里面 在基督里获得自由 如何顺从圣灵 不顺从肉体等等 然后九章到十一章就开始谈到了 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救恩的问题 其实前面七一章到七八章 谈到福音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 上帝如何在基督里称罪人为一 我们单拿出道称肉身这一件事情 基督既是神又是人 拿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基督如何从冲破死亡 作为出书的果子从死里复活呢 这也是奥秘 但是另一方面再加上 如何借着信这样的简单 看来很随 轻便的这样的事情 就可以在圣洁的上帝面前 我们这些罪人 所有的罪过不再追究 所有的罪行已经脱落 在基督里可以白白称义呢 这本身也是 如果不是保罗仔之类讲 将神的计划解释开来的话 福音本身这就是上帝的智慧 是令人感叹的 然后又谈到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他就讲到了因着上帝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 因着他们的拒绝和不信 然后福音临到外邦 然后因着犹太人的悖逆 福音临到不顺从的外邦人 然后因着福音临到外邦人又转回来 上帝从样连绵那些连续那些不顺从悖逆的 以色列人 结果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如何让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 在基督里获得义的这样的一个作为 因此我们看到保罗讲着讲着就紧止不住的在那大呼 我们看到中文圣经是生灾 灾就是感叹的 生是形容词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英文的时候 这个感叹 然后希腊文也是感叹词 助词感叹的助词 他就先感叹 然后感叹说的什么呢 他感叹什么呢 他感叹中文合合本圣经说到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那这个中文合合本圣经的稍微有点不太清楚 如果看ESV或者是我们看希腊原文的话 这个结构就比较清楚 ESV是尽量按照希腊文原文的句式翻新的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33节 除了这个感叹词以外 感叹的助词以外 他一个主词呢 主词是这个basos 就是生的意思 生的意思 这是名词主格 然后修士他的呢 我们看到后面 虽然是句子在最后面 中间提到了三个 三个所有格的名词 所有格的名词 前面是神 主格 哦 神 什么的神 上帝的什么什么的神 然后三个名词 这个三个名词 所有格 其实我们看到就修士这个主格的名词 那如果翻译 按这个直白的翻译的话 就是 哦 上帝的丰富 智慧 知识 生啊 如果按中文和合本翻译的话 当然是美啊 但是句子 那个希腊文的句式就有点混了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是 生灾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 我们容易感到 因为是感叹那个生啊 生是什么生呢 上帝的什么什么神 上帝的什么神呢 智慧和知识 合本是把丰富翻译成形容词了 上帝的丰富的 上帝丰富的 实际上是上帝的丰富 智慧 知识 这里面用了几个 看 然后来连接起来 其实把这三个名词 所有格的名词 作为并列串联起来 所以这是 哦 生在 然后上帝的丰富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知识 所以实际上 这里面保罗感叹什么 上帝的丰富 智慧 知识 太深奥了 感叹 能感受点氛围了吧 前面讲的那么复杂的 深奥的福音 然后讲到犹太人 和外邦人在救恩里面 救赎史当中 这个关系和计划 绕来绕去 我们都感觉到 哇 理解很难 然后最后保罗说 身在 神的智慧 知识 丰富 身在 这是这一段落的 最主要的意思 保罗在感叹 上帝的丰富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知识 太深奥了 太深了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 出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 后面说到 他的判断 他的教宗 判断是 他的判断 强调这个 知性的方面 知识 但是他的教宗 是强调作为 实践性的 可以联系到 智慧的一个层面 如果说 知识是上帝的计划 智慧是上帝 实行他计划的 这样的关联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 对应起来 上帝的判断 上帝的智慧 知识 智慧 何其难测 何其难寻 也就是说 作为我们这些人 感叹他的身 感叹神的智慧 神的知识 那么 这里面我们看到 神的智慧和知识 涉及到神的计划 和神实行他计划的 护理工作 神的智慧和知识 本于他的智慧 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也是神的智慧 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 谈到十字架 就是神的智慧 上帝用人作为 认为淤浊的道理 去拯救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 上帝设计了一个 让所有熟血气的人 跌倒的一个 看来愚蠢的一个道理 来拯救我们 所以在上帝来设计 来看是智慧的 在我们这个愚笨的 这个堕落的人来看 是愚蠢的 所以上帝就喜欢用 这种人当作愚蠢的道理 去拯救那些 没有的愚笨的 让人谦卑在神的面前 所以如果世人凭着 自己的聪明和智慧的话 就没有办法相信福音 因为福音怎么看都信不来 如果耶稣是神 他怎么能死在十字架上呢 特别是希腊人也好 犹太人好 所以他们在十字架上跌倒了 神的儿子怎么 神怎么可能成为人 这个本身就是奥秘 那神的儿子 怎么能定在十字架上 犹太人认为是 十字架上 反被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住的 他们一开始看耶稣 这个耶稣讲犯安息日 安息日医治病人 安息日允许门徒脱麦子吃 所以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为什么 他总是违背律法 凡是从神来的 怎么可能违背上帝的旨意呢 不是从神来的 然后又发现他能行神迹 这个人肯定是被归服了 不然的话 他的神迹从哪里来的 所以对犹太人的观念来说 耶稣不可能是神 他们就在这个上帝设计的这个计划里面 五音上十字架上跌倒了 那希腊人就是聪明 对不对 那他们想着 无论是当时那样的文化当中 虽然进入圣经里面 耶稣的时候没有明显的面对希腊派的某些人的质疑 但是使徒保罗在的时候面临了 对不对 有一些否认耶稣的人性的问题 耶稣既然是神的话 他不可能去露神 因为圣洁的神是纯灵 这个早期的诺斯蒂主义影响 所以使徒约翰也处理这个文 道成入圣的重要性 取了真实的人性 神怎么可能取了人性呢 纯灵圣善的灵 怎么能取物质邪恶的物质身体呢 结合在一起 所以他们为了维持神的圣洁和这个逻辑上的一致 他们觉得耶稣不是真的人性 一定是假的 看似实际上是我们幻影一样 看着像人一样 所以挂在十字架上 不是真的流血有肉的那位耶稣 实际上只不过是看似是人 实际上是影子一样 幽灵一样的存在 所以他就理解不了 这位具有真实人性和神性的耶稣 如何定在十字架上 用这种死的方式拯救人 在死里面赐生命 在咒诅里面赐祝福 在被一气当中赐平安 这个他们理解不了 这种所谓的悖论 反核性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 讲着讲着 虽然他谈到的内容 和以夫所书里面谈到的内容 还不太一样 以夫所书里面谈到更宇宙性的 基督的身体 然后上帝在永世当中的计划 等等 那个其实是他也发止 禁止不住发了感叹 大在尽前的奥秘 是不是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 他的神学性的思考 他在认识福音的能力 认识福音的时候 他出现了一种反应 就是知日和未知之间的张力 然后再也就是知日和礼拜之间的张力 当他真的在描述上帝深奥的计划的时候 同时又感到我们人能够参透 明白神的计划实在是太难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脚踪何其难寻 讲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下面人很多就蒙圈了 为什么拣选他又抛弃他 又拣选他们 反过来又拯救他们 身在上帝的判断何其难寻 他的脚踪何其难测 所以他就感叹神的智慧 神的知识 神的计划 神在永恒当中设计救赎的智慧和知识 然后在历史当中实行拯救计划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脚踪太难测了 所以我们如果续分的话可以理解神的丰盛 你可以互相修士 修士他的智慧 他的知识 或者是我们这个福音里面彰显出来神的怜悯的丰盛 上帝故意将众人圈在罪里 特意要连续他们 神的怜悯实在是丰盛 罗马书一章里面谈到 这个向那些悖逆的人罢怒 然后九章里面谈到了 神向那些预备蒙怜悯的对象 彰显他的恩赐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丰盛 在知性上 在他的恩赐恩典上 实在是丰盛 他的智慧 他的知识 都是深 很深的 所以在这里面他说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脚踪何其难寻 一面知道 另一方面又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神学领域 常常说到是神不可 这个不是不可知论 神的不可解性 不可理解性 或者是直白说 神的不可参透性 没有一个人能够参透神 有关神的所有的旨意计划 所有的意念 神是灵 他是超越的 作为我们被造的人 无论是我们被造的存在 知性的能力上 还是我们堕落以后 知性受到扭曲和败坏影响 还是上帝即便启示给我们 我们仍然无法完全 透支关乎神的一切 所以我们无法完全知道 因为神太伤 即便 虽然保罗说 我们将来与主见面的时候 面对面的时候 就都知道了 但是那也不可能 像我们的神 知道自己一样 我们去知道他 神永远对于我们来说是 保留着一定奥秘的 但是问题是另一方面 即便感叹深奥的 感叹这个神的智慧知识丰盛 深的这位保罗 他不也是在努力在解释 上帝透过启示 给他的福音吗 让犹太人好 外邦人罗马 教会弟兄姊妹 包括你和我 透过圣经这样的书信 我们可以了解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可全知 不可能完全参透 那个仍然有很多深奥的 我们理解不了的 我们只能感叹 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知道 为什么 保留已经写 罗马书了 我们读了 虽然理解起来难 但是照着神所赐的启示 我们仍然可以知道 所以基督徒不是不可知论者 谁能知道神的旨意 然后故意就装作不明白 然后逃脱责任 基督徒里面常常有这样的 我们中国人比较谦虚 文化里面也强调 千万你别说你能 能也说不能 我啥都不是 我什么都软弱 就形成一种那种思维方式 谦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 优秀的传统 但是别谦逊 我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关乎神一无所知 我就是无知的孩子 我是小弟兄 我是无知的孩童 关于神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子的话 然后结果私下小组 聚会交通的时候 一块一谈也不是谈的挺多吗 也知道挺多吗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不知道呢 过度的否定 我们可以知道 不知道我们也知道 信耶稣得永生吗 不知道我们也知道 神人二姓吗 马利亚 同真女马利亚诞生吗 为什么知道这样的事 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一方面 关乎神的知识 是如同深渊 无法尽头残透 所以我们时刻保持恭敬和谦虚 另一方面呢 上帝已经向我们 他的儿女 透过启示 透过基督 透过使徒 透过先知 赐给我们 关乎他的知识 所以我们透过阅读 他的话 学习他的话 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 关乎他的知识 可以确实的知道 透过圣经所认识的神 当然这个也包含 什么属灵的光照 在顺从当中 顺从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所经历的那位 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 圣经不只是让我们 直信上知道而已 当我们真的去顺从神的话 我们就必晓得 神的话是真实的 去经历到神话 有的真实性 对不对 我们不只是在礼拜当中 礼拜一个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 只是圣经里面 那么说说 第三者 他 他者 而是真的 在你心里面 你所呼叫阿爸父 亲爱的主 亲爱的圣灵 因为与你同行 时常在礼拜当中 个人祷告当中 共同体交通当中 亲身经历到 感受得到的那位神 赐你安慰 听你祷告 甚至擦干你眼泪 甚至责备我们 甚至催促我们 等等 这位神 就是我们可以时常 感受到 经历到的 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 客观性的是 圣经启示了 主观性的是 我们与他相交的 过程当中 能够体会到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 既知 又不知 所以一方面 我们带着确信 我们之所以能够知 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和智慧 乃是神已经向我们 启示了他自己 可靠的圣经的启示 另一方面 不知 是因为我们独了手发现 哇 上帝整个这个计划 福音本身 能够今天我们 伸出信心的手 接受耶稣基督 福音里面所应许的基督 这个本身 这个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这个背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在我们出生之前 上帝如何创造天地 上帝如何呼召亚伯拉罕 呼召挪亚 上帝如何打发摩西 上帝如何拆遣先知 兴起大卫 上帝如何拆遣的儿子 道成肉身 拣选十二使徒 打发他们到各处去传道 然后我们今天一出生 听见福音信就可以了 虽然这个信 背后也有神的工作 但是整个福音的运作 传到我们今天来说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这背后运行的 这个神的知识和智慧 最近这个人工智能比较火 你问问他这个 上帝的福音 到底怎么做成的 他可能会根据一些资料 给你打 但是AI比人强的强处是 他总是知道自己的身份 我只不过是一个 这个智能的这样的系统 我不是不具有人格 所以关于这个方面 我不能做出判断 等等等等 昨天我就好信 我说你好不好告诉 昏春市的赵小辉 他有关他的信息告诉我 他说抱歉 我只是一个服务系统 然后他说 关于到个人隐私的 相关法律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提供 请你资讯当地政府 或者什么 就是他有的时候 他能知道自己能做的 但是他也提供一些 这个数据库里面 已经公开的一些资料 所以你问他一些 耶稣的事情 他也会告诉你 不知道 他很谦虚 他知道的就说 不知道就不说 我们人也应该 应该这样 该确信知道的 就确信知道 不该确信的 我们也保持着 这个谦虚的态度 所以这是33节 身在上帝的丰富 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脚踪何其难寻 这样感叹之后 感叹上帝的智慧太神 所以甚至没有人能够参透 没有人能够搞明白 34节到35节 他进一步的说到 这种神的智慧 知识和丰富 谁知道主的心呢 谁参透主心里所想的呢 谁做过他的毛事呢 谁给上帝出过主意呢 这两个方面 其实是一个意思 谁知道主的心呢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意念 如果不透过启示 向我们揭露的话 上帝如果不是 他乐意启示 显明他自己 盼望我们认识他 向我们显明的话 上帝如果闭嘴不说的话 没有人能够知道 他心里所存的 其实这个也在我们 人与人之间也有相似系 有的学者说 我们能认识一个人 只能照着那个人 主动向我们显明的 才认识他 虽然我们中国人说 我们要察言观色 留意观察 这个人的说话形式 透过他的做事 长期的积累 去揣测 推测 了解他的内在的品格 或者是灵魂 但是即便如此 如果他不想让你认识的话 他不说话 没有表情 不做任何反应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 那更极端的表现说法 现在的高手的骗子 他故意搞一个人设 对不对 让你认识到一个虚假的他 他故意给你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认识人也一样 除非他主动向你敞开 你才能认识他 不然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对方 打电话不接 联系他也不出来 也不跟你交朋友 不跟你走进 你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他太多 我们进入到公司 或者学校 有些同学不好处 你不知道他心里想啥 他不跟你接触 也不跟你吃饭 也不跟你玩 你对他的知识 认识是有限的 对不对 那这个类似性 同样在神身上也一样 但是智和程度又不同了 为什么 上帝是灵的存在 他是超越的存在 我到哪里可寻呢 我到海的深处 地的极处 天的至高处 神是灵 我们用我们的感官 用我们的整个认识系统去寻求他的话 他不在哲学那里 他不在我们的经验当中 他不在我们的感情当中 他隐藏的话 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他 但是圣经的神 让我们知道 他是主动向我们启示的 他自己心意当中 有一些智慧 知识计划 他就照着他的计划 他创造了宇宙 他创造了按着他自己行性样式造的人 那个人之所以造成按着神的行性样式造的 是因为他设计了 要这个人和他之间有这种人格的关系 彼此认识 彼此爱 彼此和睦的这种关系 对不对 让我们在他里面经历到他的爱 认识他的慈善 明白他的旨意 在他里面享受真正的生命和意义和价值 这种和睦 像天国一样 乐园一样的生活 只不过是后来这种状态被破坏了而已 所以耶稣基督来也是恢复这个忙 也是为了恢复 所以上帝是主动显明他自己的 我们称之为启示 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 那个看见燃烧的荆棘火的摸锡 在旷野里面 发生自然的现象是很正常的 干燥嘛 燥热嘛 那些荆棘杂草 自然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有一天发现 一撮这个荆棘烧了 却不回 这个就很奇怪 他就好奇 他要走进去看看 结果上帝说 不要靠近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那个神 他待着没事在那放什么烟花呀 他不就是吸引摩西你过来吗 我要跟你聊一聊 对不对 那位主动 以荆棘火焰当中显现出来的上帝 才被摩西认识 吸引他的好奇 主啊 你的名字叫什么 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然后我是自由拥有的 我是亚伯拉安的神 你父亲的神 我今年 我与他们立的约 我看见了 我听见了 我百姓在埃及的苦情 所以我下来拯救 我要打翻你去 等等 上帝有一套计划 上帝主动 制造了一个偶遇 让摩西 让摩西认识了他 这是上帝自我启示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身在神的智慧 神的判断 神的角色 难测 难寻 谁能知道他的心 他如果不显露 没有人能认识他 没有人知道他 谁做过他的毛事 这个就更进一步的强调 诗篇里面谈到 我创造独自铺张穷仓 上帝是独行歧视的 特意强调独行歧视 你不聪明吗 对约伯说 你看看鳄鱼 你看看河马 这个约伯遇到试炼了 约伯的确是 那个时代敬为神的人 了不起 他非常谨慎 孩子去搞家庭聚会的时候 兄弟姐妹之间 家庭聚会 搞个party不很正常吗 父亲敬钱的心就担心 他们恐怕得罪神 大家就提前给他们祷告 主啊 顺免他们罪 他们如果得罪你就 献祭等等 很敬钱的 但是遭遇试炼的时候 他不理解什么原因 他妻子就说 你赶紧弃掉神死掉得了 他说你这个无知的女人 怎么这么说呢 我赤身出母府 赤身也必归毁 赏赐的都是神 收取的又有什么 可说的呢 所以耶和王的名是当成仲的 即便他有这样的信心 你发现后来嘟嘟嘟 他说了很多话 对不对 他朋友第一波劝他 第二波责备他 第三波说 然后他就说了很多 最后上帝出来了 也不跟他废话 看看鳄鱼 看看斑马 看看狮子 看看河马 看完了 心里明镜了 捂着嘴 我在尘土当中 捂着嘴 谁用无知的言语 混乱了神的旨意呢 他发现他 你看岳伯谈的事 谈得很高 人生的智慧 对神的认识 很多都很棒的 但是当他认识神的时候 他发现我谈得 远远摸不着神的扁 我谈得太低了 神太高深了 所以他觉得惭愧 所以捂上嘴巴 到羞愧 对不对 那位主动向我们启示的神 谁能做他的谋事呢 上帝对他说 我造他的时候 谁是我的谋事呢 诗篇里说 我铺张穷仓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与我同在 没有人一个人给我建议 说应该这么干 应该那么干 什么意思 上帝独自计划 上帝的智慧知识 是丰富且深的 他所设计的尽多诚实 尽多公义 尽多智慧 他不需要额外的 不足的别人补充他 那种存在不存在 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实当中 常常有人去批评神 现实当中 常常人给上帝当谋事 上帝就应该这样 上帝为什么这样 基督教就应该这样 耶稣就应该这样 然后他们总是 以他们的知识 去指示上帝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不管是基督徒 所有我们发现 这种现象很普遍 以不同形式存在 我们基督徒软弱的时候 遇到试炼的时候 不也是这样吗 主啊为什么 好像不公平 因为我们这么热心 这么爱主 却遭遇这样 有的时候也 试炼太久了 我们看到那些 信主到今天都很舒服的 什么事都很通的 好像在密罐子里 被神捧着 被神含着 恐怕磕着碰着 那样的基督徒 什么都丰富 但是我们去信了主 到现在 总是在火炉当中试炼 我们会心里觉得 为什么 我们以虽然这种心理 是我们上帝当然能体恤 但是我们只是说 这种现象本身也是 以我们觉得的应该 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来衡量上帝 上帝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这就是我们自己 把自己的知识 高举到超越神的知识 以我们的标准去判断神 我们就成了谋士 上帝应该这样 上帝应该这样 上帝对我这样 不应该 不合理 不太恰当 为什么 有的时候 我们虽然有敬畏的心 不敢公开的去埋怨神 但是心里面不总话糊吗 问号 更多问号 上帝到底为什么 总是这样子 稍微松口气不行吗 总是这样长期的 鼓励 失恋 不是有这样的心理吗 所以上帝的矫踪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判断 没有人能测脱 上帝绝对不是邪恶的神 故意虐待我们 他看着就心里 莫名其妙那种变态的爽 他是虐待狂 所以虐我们这些 有的那个异端 哲学家不是那么说吗 这个世界就是战场 永恒当中善恶两个神 撒旦和上帝 人类只不过是两个神 两个戒 黑戒白戒 光明和黑暗 撒旦和上帝之间的战场 两个人 两种永恒的神明 互相争夺领域统治权而已 人的心就成为战场了 你如果这样理解的话 人是悲惨的 不只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悲惨 人非常可怜 就是两种神明的 神仙们的玩物 你两个争势力 干嘛让我存在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俩的战场 建立在我的身体上 我里面的灵魂和我的肉体 肉体是属撒旦的 灵魂属上帝的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战场 两个神明就是你拿我抢的 我们就成为他们的玩物了吗 所以我们肯定爱不了这样的神 哲学界不是有这样的理论吗 上帝不是那个喜欢虐我们 然后他就爽的神 虽然有很多的事情 上帝没有向我们完全揭晓那个底牌 为什么上帝允许他所爱的儿女 经历这样的惨痛 就像他舍了他的儿子 定在十字架上一样 这个是只能用信心去接受 是用我们世俗的智慧 是没有办法去领悟的 上帝的独生子竟然遭受最大的咒诅 你说他有罪 没罪 没罪为什么遭受这个咒诅 谁能晓得他受的鞭伤 他受的苦待 他被遗弃 以赛尔书53章 受苦的仆人 他受的鞭伤是为了我们医治 他被遗弃是为了我们被接纳 他取了死是为了让我们活 他受众主 却为了让我们蒙福 好像他被击打苦待了 实际谁知道 都是为了我们的 背负我们的罪孽 背负我们的过犯 替我们 为我们的 所以弟兄姊妹 神的判断何其难测 神的脚踪何其难 谁知道主的心 谁能想到 神竟然设计出这样的计划 有起了这样的善的意念 用这样繁琐的 我们看到的确是繁琐 对不对 花了几千年的时间 然后最后让这么复杂的事情 让耶稣道成肉身 又顺从 又死在十字架上 又复活 这个游戏并不简单 这个救赎的计划并不简单 都是出于他的智慧 然而这一切的成就 谁做过谋事呢 哪有有一个更高于神的智慧 智者 有更高于神 比神的知识更丰富 更绝对的存在 来去教导提建议给神呢 这种存在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这句话不只是称赞 赞美神的智慧和知识本身 还有实际上是在打击 去挫败那些罪人 自以为是的去批评论断上帝的 难道上帝就离弃犹太人了吗 当然不是 你看保罗在论述的时候 常常有假想的敌人互相辩论 那这种辩论 假想保罗是人格分裂 自己内心当中就两种矛盾的思想 互相打仗吗 不是的 分明是这种想法 是在现实当中 有一拨人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就这样的去批评那些错误的观念 谁知道主的心呢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所以基督徒呢 一方面承认神是不可测透的 另一方面我们却知道 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 所以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律法和福音已经启示了神的旨意 显明了他的旨意 关于神未显明的 上帝预定了A 没预定了B 神拣选了A 没拣选B 这个我们不知道 终极答案不知道 但是我们却知道 上帝做成了福音 让那些信福音的人 就可以得永生 罪得胜免 那这就我们得到的确据 对确信 至于谁最终得不得救 那个我们不知道 但上帝让我们流泪去撒肿 让我们这个至终 到他死为止 不放弃任何人 那这是神告诉我们的道理 至于最终上帝拯救了谁 那个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做上帝的谋事 去猜测 猜测 猜测 论断神 谁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这个就是谈到前面 犹太人的错误的观念是 我要先做点啥 我要顺从律法 我要收割礼 然后上帝才救我 然后上帝才拯救我 我们学基督教要义也谈到了 那种律法的义 那些出于遵守律法获得的义 或者是律法的行为 遵守律法的行为 试图赚取上帝救恩的错误的想法 我先给神 神才还给我 就完全颠覆了恩典的教义 恩典的事实 福音是应许给我们 应许我们 白白的给我们 只要我们相信 相信福音所应许的基督 我们就可以得到罪的圣灭 与上帝后好成为神儿女 这是上帝应许 他因着自己的怜悯 他要赐给我们 但是你只要用信心去接受就行了 所以信心我们也谈到 不是功劳因 只不过是去像乞丐一样接受 当然信心不是说那种义无作为的 真实的信心也会带出生发仁爱 也产生顺从 对不对 所以信心本身不是功劳 所以没有人可以先给神 然后让神还给我们 这个三十六节就总结了 一切都出于他 这个我们待会在他 谁先给了他 使他偿还呢 没有人 没有人 就连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耶稣 说报听咱们中国人 更能体会到这点 我们才自信 就像我这样的半路信主的话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是从小信主 从小不懂事就被报到教会 带到教会 甚至母亲怀着你就去教会 我们先不说那是不是基督徒信不信 但至少你接触福音 接触教会 可能一出生就被洗礼 然后就带到教会这样的 我是半路的 做了一段罪人 做了一段无神论者 唯物主义者 以那种抵挡神 不认神的思考方式 活了一段时间 在我认识福音 在上帝招我信福音之前 谁知道还有个耶稣啊 那时候没听说过啊 谁知道还有一位上帝创造天地 那时候老师也没教过我 小学的时候 没学过嘛 不像现在是媒体这么多方便 可以接触 网上随便查信息大爆炸 可以知道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世界观都是狭窄的 接收的信息量是很窄的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进化啊 唯物啊 那一套 谁能想到离中国不远的 那个以色列地那个地方 2000年 公元元年左右的时候 有一位婴孩为我降生啊 人称他为伊玛内利 是圣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绕了地球一圈之后 没有直接透过喜马来亚山 或者丝绸之路过来 而是绕了一圈欧洲到美国 然后透过欧洲的和美国的 韩国的宣教室 进到中国给中国人传福音 才信的吗 信的那个时候才听到耶稣的事情 对不对 之前都是空白了 谁给他 先给了他 让他还了 没有什么都没做 那个时候还酌呢 还嘲笑宗教呢 对不对 我们接受的教育里面 都是嘲笑基督教 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时候 因为愚昧嘛 看见雷闪电 把一棵树劈倒了 然后燃烧了 吓得不得了 咱就跪着拜 拜那种 让我们感叹的那种现象 拜日同 拜雷电 拜火 甚至拜那些大树等等 拜石头 那种愚昧的那种过程当中 谁知道上帝的存在 谁给他出过计划 没有 对不对 结果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神就拆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这是神单方面主动性爱我们的 连意识到神存在 那个意识都没有的时候 连祷告都没祷告的时候 上帝已经决定施恩给我们 做成了这个救恩 又拆遣别人来劝我们悔改 不是吗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没有谁 没有一个人 完全是神出于他自己单方面的 主动的 这样的恩恋 没有人任何的功劳 最后三十六节 因为为什么三三节说到 神上帝的丰富 上帝的智慧和知识太深了 没有人能侧头 没有人能够寻找他的矫重 然后三四节到三十五节 就消除了所有人的质疑和骄傲 没有人做他的谋事 谁能知道主的心呢 谁给了他又偿还呢 没有这都是上帝单方面的赐予我们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三十六节因为做解释 为什么称赞他的丰盛 感叹他的智慧知识丰富呢 深呢 为什么说没有人能够明白 没有人给他偿还呢 因为这里面说万有 一切都是用了三个词 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一切都是出于神 依靠神 也是为着神 或者说归依下神 归于神 那么这个万有到底是指什么呢 近一点说福音 福音是出于神吗 广了说 所有被造的 我们看得见 看不见的 所有的存在 都是出于神 一切都是从他来的 他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 按照他自己喜悦的智慧 圣洁 自由的创造 然后也造成了救恩 万有都是出于他 本于他 出自于他 出于他的智慧 他的良善 为什么强调智慧呢 所有看得见的 到目前的这种光景 都是在我们测不透的神的智慧里面设计的 我们从广义上来讲 今天甚至一个恶人 作恶的时候 也是在神的智慧的里面 当然我们不是降低恶人的 本身的责任 和恶人自己心意当中的恶意 出于他自己本性的恶 堕落的恶 然后作恶 这个责任 或者是免了他应该承受公义的判断 审判那个责任 但是万事互相效力 这里面包括好事坏事 那位持续创造和持续引导 同管万有的神 虽然一方面如同用搅环 勒住恶人的恶 利用他的公义的审判 死亡的审判 恐吓他们不至于 完全行出他们心里所有 心里所产生的恶念 去行他的恶 虽然上帝在限制他们 但是上帝也会任凭恶人去做 为什么任凭 允许像金正恩 其实金正恩比起某些人 就算良善的了 金正恩很聪明 留学派是吧 大家都知道 虽然我们反对他 独裁者嘛 草菅人命嘛 即便如此 比起某些人 还是强的优点很多 很聪明 国际关系搞得很好 跟美国 跟韩国 跟中国 跟苏联 俄罗斯 他处理的很恰当 不像有些人像二虎似的 一遇到什么事情都搞砸 论智商 这个三胖智商很高的 有政治和经济 各方面才能 独裁者这个除外 是吧 所以总之呢 我们看到 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人 我们不知道 但是出于神的智慧 我们不赞美这种恶 但是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存在 有其中他的智慧和功用在里面 纵然恶人如果不悔改 最终他的恶 上帝仍然要审判 但是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想象 有一些事情 为什么没有改善 就是像加尔文牧师所解释的 婚姻破裂吗 纵然是违背神道德的旨意 一个国家欺负另一个国家吗 侵略战争不是在发生吗 纵然违背神的教导 但是也可以破灭我们人 执着于对地上的迷恋 对必朽坏之物的迷恋 让我们可以断了对必朽坏之事物的执着和迷恋之后 开始举目望天 盼望那个真正不被震动的国 不是这样吗 你看看圣经 包括基督教发展史 每一次教会的复兴 基本跟灾难都有关系 人们在极大的苦难当中 逼迫当中或者失恋当中 心灵空虚的时候 人们开始对属灵的时候渴慕 九族饭饱平平安安的时候 大家都忙着去如何去享受去了 没有人去迫切在教堂里面祷告 911事件虽然对美国是一个灾难 但是据统计 911事件之后 教堂里面暴增人来祷告的人多了 这一方面不是神的智慧吗 我们不能说上帝为灭了几千精英 就是为了这个 我不好说 但是坏事上帝让他变好事了 恶人行的恶 上帝没有拦阻他 让他恶了 但是恶事情本身 背后上帝为了更长远的计划 如果这个地上是天堂 如果这个金事是终极目的的话 我想上帝一定会花所有的精力 把这个世界变成最美好的 但是问题 这个世界是过程 他要成就那个更美好的那个世界 所以他宁可牺牲暂时的过程 让这些人经过旷里历练之后 预备将来 这样来看的话 神是良善的 你就不能说 神为什么让恶去领导我们 因为他关心的是更大的善 暂时让我们吃苦 为的是成就那个更长久的善 这不是神的智慧吗 父母如果按我们这个逻辑 我们去批评论断 给上帝当谋士的话 那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管教不了了 孩子吸毒 乱去酗酒抽烟 道德败坏 那你是打还是不打呀 骂他还不骂他呀 当然要恰当的方式 对不对 那你说我要尊重他的人格 他成年了自由等等 其实没成年 十二岁呢 那就反抗 那怎么办 打呗 甚至是责备 虽然现在的法有些禁止父母打等等 但是你在管嘛 为什么管 那你说你孩子说 你为什么侵害我的自由 为什么去打我 父母不爱我 这一个道理嘛 对不对 上帝有的时候利用一些恶事来管教我们 或者是历练我们的时候 是为了成就更高的善行 避朽坏的身体有一天会衰惨 比起保全我们完美的 毫无瑕疵的身体来 让我们带着完全的肢体下入地狱 宁可少了一个胳膊 让我们上天堂 这是文书里面教导的 这是上帝的价值 上帝的逻辑 也比肢体健全下地狱强 这是上帝的心情 所以有的时候理解不了 但是万有都本于他 无论是创造还是今天 万有的本于他 当然这个万有的本于他 不要误解 我反复就怕有些人误用 我自己犯罪的时候 感谢神 都有神的旨意 不要乱用 不要亵渎神 犯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做恶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你别说上帝没拦着我 就像有人说 上帝为什么没拦着亚当 去摘那个果子吃 你还怨上帝了 这个人的逻辑就是这样 败坏 上帝突然跳出 哇 剁个鬼脸 亚当一下一嘚瑟 那个果子掉地下来 就没有机会吃 就不至于犯罪 都陷入到这里吗 上帝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 你看我们要吃 还要拦 还要抱怨上帝 没有拦住我去做恶 这就是人的逻辑 万有的本于他 依靠他 上帝创造了 上帝设计了 上帝也去留意保守 使他的执意得以成就 创造之后 上帝没有交付自然 人类历史自由去发展 上帝持续去干预 我们称之为互联 所以上帝也继续拖住 他所造的 不只是牛顿发现的 万有引力定律 不然不只是近现代科学 所发现的自然规律 维持着宇宙 那个规律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行 乃是因为圣灵 持续不断地去扶持 引导 不然的话 上帝高兴的话 让日头停一下 或者倒退一下 这个历史上不是发生 这样的事情了吗 月亮停住了 日头停住了 甚至倒退 日轨倒退 所以这个世界不是 自然那么支配 虽然上帝内置了一些 律和法则 但是上帝持续地维系它 引导它 让这一切 照着它 所喜悦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们说的是 天灾 自然灾害 其实这种说法 本身都是 无神论者的概念 自然现象 其实不是自然 我们古代的老古人们 都会根据一些天象 一些自然现象 所谓的天象 或者地震灾难 去想到 神和人的关系 这是正常人的思路 我们被近现代的自然主义 科学主义 去洗脑之后 我们所想的 里面跟道德 跟神 跟人都没关系了 一个纯粹的自然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今天的文化里面 有很多的毒素 是非事实的 被人信奉为真理的 但是其实不是真理的 所谓的真理 最起码符合事实 对不对 我们人所看到的 是纯粹自然的 一个孤立的 没有神的 一个孤立的 也跟人没有关系的 那几存在 那么自存的一个自然 这种自然不存在 所以你就不要带着 这种世界观 去看待事物 基督徒一面信着主 然后一面 以这种思路去信的话 传道人的责任 没把道假明白 如果假明白了 还不信 那你的自己的责任 所以在这里面 万有的本于他 也依靠他 上帝不只设计了 一个救恩计划 就那么自动的就发生 上帝在历史当中 不断去呼召人 护理 甚至我们看 亚巴拉罕 以撒 雅各 他们的经历 甚至要被 媳妇要被人夺了 上帝就出来干预 用他的大能 让一个异教徒 遏制自己的情欲 竟然把他 媳妇再还回去 再给他点礼物 赶紧走吧 别在这儿和和我了 干嘛不告诉我 她是你妻子 说她说我妹子 我不要不是对神敬畏 上帝不拦住我 我要娶着她怎么办 上帝为了保持那个应许的后裔 他的救赎的计划成就 他介入 所以这个历史不是自然而然 偶然的 都有上帝的干预 如果看近现代一般历史 如果我们去看的话 也是很多的事件 偶然发生的背后 都是一个很小的因素 结果发生一个大的事件 人类历史的方向就发生变化 万有的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 最终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 是向着上帝 归于上帝 向着上帝 为着上帝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这就是目的论宇宙观 如果你相信的是 宇宙都是偶然的 没有目的的话 那我们人生也没有目的了 总之一切都是偶然 盲目的随机的 也不必要考虑什么价值 人生方向意义 都是虚构的概念 但是问题 正为智慧的上帝 他创造有目的 让这个创造的世界 向着终极的目的去实现 他造了人 不是像我们父母生我们 是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 只不过是正常的 夫妻生活而已 不小心怀孕了 那怀孕怎么办 又没有办法打掉 对不对 就生 我们出生可能是出于偶然 不于盲目 甚至更邪恶一点 可能出于什么什么情欲等等 我没有意思 瞧不起我们父母的意思 那个年代就那样 当然你们的父母 可能跟我年龄差不多 不会那么小 我的父母是七十多岁 那个七八十年 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人 他们那个时候什么 刚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 我是末期是计划生育开始了 那个 那个时候人的想法 没有那么多想法 什么婚前 这个教育 什么这个胎儿教育 没有那种想法 能吃饱饭 生活就行了 然后结果不小心怀孕 那就生了 我的出生 甚至面临着 可能要被堕胎的那种威胁 赶上计划生育了 完全是个偶然 在人看来 所以这个世界 没有什么偶然 一切都是向着神的 特定的方向去发展 归于他 为着神的目的 为着神而存在 当然这和我们虚构的那种独裁 任意往行的那种神明不一样 上帝就拿我们当玩耍 我活得这么痛苦 都是上帝定的 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 那是我们没有信心 没有办法体会到上帝的 智慧和爱的缘故 才会那么抱怨 所以呢 我们看到最后呢 保罗谈到这一切之后 他发现 一定要将荣耀归给谁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万有都本于他 出于他的智慧和良善 万有也在他的护理和引导 托录下 最终也向着上帝所成就 设定的那个计划和目标 去前行发展 所以最终 创造救赎的所有的目的 就是为了上帝的名字 得到荣耀 在起书里面最高潮的 最强烈的音符是什么 赞美啊 里面充满了赞美 虽然也有冤生 为什么不跟我深渊呢 虽然也有愤怒 但是最高峰是 在各族各邦各国各民当中 聚来的 用他的学所买来的 高扬的学所买来的 那些不同的族群 聚集在宝座面前 唱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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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颂 所以最终是神的名字 得到荣耀 直到永远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人生 首要目的也是在于此 以福所书一章里面 三节到四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上帝谈到 他那个拣选的目的的时候 最终我们看到 有一个目的 不是只是盲目的 那里面提到了 最终谈到了 神如此设计安排 其中有一个目的 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上帝从创世之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旨意 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 得到称赞 首先从教会得到称赞 大家为什么主日聚在这里 不就是为了上帝 创造之恩 救赎之恩 去称赞他吗 再加上细节一点的 上帝在你生活当中 对你的以马内利 对你的引导 对你患难当中垂听 眷顾等等 病的医治 这个不都是 称赞神的恩典吗 让我们这些 首先认识 并经历他恩典的人身上 得到称赞 这是我们应该给谁的 不是我们给了神 让神还给我们 而是神已经给我们了 我们应该发出的就是 感谢和送赞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